陷入亏损困境的普腾确定将有外资厂商入股 而买家就是盛传已久的中国吉利控股集团 普腾母公司多元重工今天宣布 普腾将把49.9%的股权出售给吉利汽车 剩余的50.1%则继续由多元重工持有 不过普腾所有的莲花集团股权将全部出售给吉利控股 这不仅证实了吉利控股有意进军跑车市场的传言 更意味着普腾将确定退出跑车市场 普腾强调尽管出售了近一半的股权 但普腾现有的品牌将维持不变 双方预计在7月签署收购协议 吉利汽车是由中国亿万富豪李舒福持有 目前已经掌握瑞典的Vovo和英国伦敦的出租车公司 在收购普腾之后将有助于吉利将版图 进一步扩大到东南亚市场 普腾是我国第一个国产汽车品牌 但截至去年3月 普腾却面对高达10亿令吉的净亏损 而早前除了吉利汽车之外 法国的PSA集团也有意展开收购 而如今随着吉利确定入股普腾 外界预期普腾将有望借助吉利这个外资伙伴 重振当年的雄风 NTV7综合报道